坊间盛传 政府计划颁布紧急状态 遭到在野党领袖踏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纳杜斯利·阿兹敏·阿里 昨晚发文炮轰在野党 非但没有在疫情严峻的节骨眼 和政府齐心抗议 还散播恐惧和仇恨 阿兹敏还特别点名 公正党主席纳杜斯利·安华 为了成为首相而不惜向国人 甚至是元首撒谎 使用诡计 他还嘲讽安华 疯狂练权 病态地以为成为首相 持续来的权利 新冠疫情持续恶化之际 传出政府计划般不紧急状态 结果再引发朝野骂战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阿兹敏·阿里走晚发文 开篇立顿就阐明 领袖必须在逆境中和人民同在 不分党派齐心抗议 但很遗憾的 反对党领袖在这非常时期 选择了扰乱国家稳定 散播仇恨 声称获取了令人信服 且强大的大多数国会议员支持 还呼吁首相沐游丁下台 这显然是疯狂练权者 在自私自利动机驱使下的举措 病态地以为成为首相 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话锋一转 原本没有名言对象的阿兹敏 直接点名蓝眼主席安华 狠批对方为了任相 不惜向国人甚至是国家元首撒谎使用轨迹 阿兹敏表示 大家必须团结一致遏制疫情 并确保经济受到最低程度的伤害 但在野党领袖昨天却说 国家倒退为独裁制 是完全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言论 另外在野党领袖也不愿意和政府齐心对抗疫情 反之散播恐惧和仇恨 阿兹敏还为国盟政府和首相背书 表示慕尤丁率领的国家安全理事会 在过去24小时每天都开会 没有一天中断 慕尤丁期间更是展现了国家的领导能力 他呼吁在野党抛开政治旗舰 一起对抗疫情 在这之前安华抨击慕尤丁 因为无法在国会取得多数支持 而假借疫情之名 试图透过颁布紧急状态来限制议会程序 使到国家倒退为独裁制